歡迎收看 我很操心今天節目 那10月份的行情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投資人 那目前為止就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 那不要受到外界的一個影響 也不要受到一個外界的一個干擾 那目前為止國安基金 在底部去防守 那投資朋友們你看準趨勢的話 你就要大膽的去做出個操作 這個時候選股不要選一大堆股票 只要集中火力量檔以內來操作的話 顏老師認為這個是比較適合的 那如果說你們手中的股票目前為止 你認為你要做到一個換股操作的 你認為你的股票現在不會漲的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前一波的一個大漲的一個 這些所謂的族群也要 股票也好 在近期而言的話 他會看到一個回檔修正 回檔修正的時候 逢拉回的時候 各位可以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今天早盤我們來看到 開門爸爸告訴我們什麼 早上在這個地方區 你看到了一高壓力 這是很標準的 一高壓力之後一高過高 這個時間的轉折 老師在節目裡面講過非常多次 這個一高壓力盤有兩種形態 一個叫一高以後時間轉折過高 今天就是標準的屬於多方控盤 非常標準的 這個沒有所謂的變異體 一高第二盤拉回之後 在所謂的時間轉折9點30分 就直接過了所謂一高 以後的加7點 大概在所謂的上漲20點的附近的話 它產生了一個變盤轉折 那我們的講義裡面 其實你打開到第一頁 開中民意的就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這一高壓力它的盤勢 在早上9點5分開高以後 一定會壓回 那今天的第二波的拉抬 落在9點30分左右 落在9點30分左右 突破了所謂的開盤價 突破所謂的開盤價 當天人為上漲波段 收紅的所謂的盤局 那目前為止上漲59點 跟我們開盤八方裡面 一高壓力盤多方控盤 這個所謂的盤勢 是相當吻合的 那後面的一個操作的話 投資朋友們要留意的 老師在這邊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你目前為止看到這個大盤 大概在8450點附近 看起來好像非常弱 下禮拜的操作你要留意到 這個有拉回 趕快去找到一個關鍵性的買點 因為這個跳工缺口 如果說回補封閉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上車的一個機會點 那如果說你對於 類股方面有問題的話 老師講過了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進來 其實現在最好操作的 就是所謂的中小型的股票 那我們在以後的操作裡面的話 我們會把所謂的小型股的部分 加到我們的投資組合裡面 新的會員朋友們 你的投資組合 顏老師會用親自的 會用電話來做出一個通知 這個大盤你要注意到 目前為止 贏家跟輸家的一個差別 他就是屬於贏家 他可能在關鍵的點位 他會做出一個佈局的動作 那輸家目前為止 他還認為說大盤可能是往上 可能是往下 那在那邊舉起不定的同時 其實老師在這個地方有跟你講嗎 他是屬於個個股表現 不管是生計也好 電子也好 產業別的不同 位階的不同 這個地方是屬於個股 所以說你這個地方 你要先把方向先搞清楚 個股表現強於大盤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 3474的華雅科 目前為止這檔股票你要注意喔 三大法人會不會持續的買進 2409的南亞科 2049的南亞科 這個看一下喔 來2408 不好意思喔 2408的南亞科這檔股票 你要注意到包含南亞科在內 包含3474的華雅科在內 這兩檔股票目前為止 在盤面上面是屬於給他強勢的啦 那當然可能你是做所謂的 短線交易的 可能早上你有機會進場啦 短線你有機會進場嗎 那包含2408的南亞科在內 這個地方早上都是可以做短線交易的 那今天也有兩檔所謂的高價股的 我們先看一下2454的來聯發哥 這個底部區啊到底有沒有出現轉強的訊號 底部區到底有沒有出現轉強的訊號 可不可以進場做出個買進 因為這檔股票從高檔修正到今天為止 修正幅度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啊 目前為止想要操作這檔股票 那包含今天也非常強勢啊 3673的TPK TPK在找盤的時候啊 一樣有進場布局的機會啦 短線操作的投資盤你應該也會注意到這些股票 也就位階的不同啊 造成大盤目前為止啊 它高檔開始震盪整理 那之前啊上漲的股票可能在 在這一波裡面啊 它開始回檔修正啊 那今天一樣 老師在節目裡面幫各位來講解幾檔 比較中小型的股票來 先看到這檔股票啊 來 仿製類股的 這檔股票叫得利 代號是1464啦 那這檔股票近期而言的話 也是非常強勢啊 也就是你買到這種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的話 你在後面的操作 低買的啊 你在後面的操作 如果趨勢沒有改變的話 我相信啊 都能夠幫各位賺到錢 那我們近期而言 我們的操作是 趨向於比較保守 也就之前我們在高檔區啊 可能啊有買進了一些股票 那我們會在 低檔區買進了一些股票 我們會在高檔區啊 順勢的來做出個調節 調節同時的話 我們就把各位手中的資金 先把它從市場裡面抽回來 那我們後面要佈局的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 它一定位階要在低檔區 一定要在整理的一個階段 有所謂的一個突破的一個訊號 這時候我們才會帶我們的會員 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先跟各位講解這檔股票來 這檔股票講很久了啊 那我們就是在低檔佈局的 好 那低檔佈局的股票啊 那我們可以做一次兩次 很多次的一個操作 只要抓對時機點 能夠做幾次老師會盡量的 來幫各位來做出個操作 但是你要有簡訊 你沒有簡訊的話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應該賣 好 這是之前的一個操作 那包含9月18號 包含10月5號 那10月5號的話 我們也公佈了我們近期啊 因為近期的盤勢啊 非常難操作 那我們在近期一樣 好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啦 來幫我們的會員啊 來做到一個獲利 入袋的動作 那這檔股票 後面的簡訊啊 就是會員的權益啦 我們就不會在節目裡面 再行的去做出一個公告的動作 那第二檔股票 近期創新高的 6271的來 同心電 同心電的話 今天的股價來到90.5啦 小創波段新高 但是趨勢沒有改變 你認為這個地方是高點嗎 好 你自己去做這個判斷 但是在低檔區這個非常重要 你如何來判斷 這個地方有關鍵性的買點 這個才是決勝負啊 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底部區要不要布局 要不要事先講 我相信啊 研導師啊 秀這張圖卡的同時啊 你也許認同啦 你也許不認同 認同的可能會去買 那不認同的啊 可能會在旁邊看 那如果說你看到股價往上漲的同時啊 你可能也會心動啦 但是老師跟你講喔 股票的操作啊 絕對不是操作一天 操作兩天 我們希望是一個波段的一個操作 能夠把我們的會員賺到 三成 五成的一個利潤 但是底部區 你真的要做出個重壓啦 如果你在底部區沒有重壓的話 這樣股票漲上來啦 那跟你的關聯性應該也不大啦 那真的能夠在底部布局的喔 一定會看到一個關鍵性的訊號 這個訊號會告訴你啊 這個地方該怎麼操作 這是非常重要的喔 那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相信啊 這張圖卡也秀很久了喔 都告訴各位 這個中間的一個過程喔 這個就是操作的一個證據啦 那操作的一個證據啊 包含啊 簡訊的內容 我們的簡訊內容直接 就是會員手中目前為止 你所拿到的簡訊 跟顏老師目前為止 你所看到電視上面節目的 完全一樣 不會虛偽 不會造假 就是特別會員的這張股票 那特別會員第二次的操作一樣 時間點落在9月8號 那近期來操作 我相信這張股票持續的 不斷的創新高啦 那我們在節目裡面也公布了 我們在昨天 對於這張股票的一個操作 昨天一樣啦 先行做到一個獲利了結 我們先把資金抽回來 那後面一樣 我們一樣會有動作 那投資朋友們目前為止 對於高價股的操作 我相信興趣比較大 那他也希望能夠做到一個 短線上面的一個價差操作 但是短線上面的價差操作 一定要有專人幫各位來通知啦 一定要有專人幫各位來通知 那當然10月4號 這個所謂的國慶日快來了 那老師也會這個大方一點 那老師要提醒一下各位 想要在股票市上面賺錢 你要先知道我們的開盤八法 這個開盤八法 八法十二師 你要先學會 你就知道大盤的一個走勢 知道大盤的一個走勢之後 那個股的方向你要記得 用我們的黃金 陰陽 K線 來準確的去做出個研判 這個地方在低檔區有沒有買點 那你自然相加以後 你可以得到一個叫做成功的模式 這個成功的模式 可以複製在任何人的身上 可以複製在任何人的身上 但是你要記得這個地方有所謂的底部整理型態也好 所謂的中繼整理型態也好 其實在我們這一本開盤八法裡面 這本教材裡面的第55頁 我們都有做出詳細的一個介紹 這整理的型態 那老師不是說跟一般的分析師一樣 就是畫個線圖啦 然後跟你講這個型態到底怎麼樣 那我們的型態裡面包含量價結構 一樣幫各位解得非常清楚 所以說整理的型態 在我們講義教材裡面 你要詳細的來做出個閱讀啦 那你有興趣的今天 老師會開放一檔標股 這檔標股的話 可能就是要給所謂的有緣人 你認為你是老師的有緣人的話 那你今天打電話進來 我們這檔股票會先行的 來做出個預約登記 等到買點到了以後 我們一樣會通知各位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特會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師大哥打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電達頭部 延分醫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公用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空投 積極財產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部局 熟悉大台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能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義友 並不股致股呈現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台北外泰索隊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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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在所謂的9點30分 這個大盤仍然是屬於多方控盤 你看得懂盤式 我相信你對於這種盤式 易如反掌 看得懂嗎 那量價結構稍微瞄瞄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說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先學到的基本功 也就是說你對於大盤的看法 對於類股輪動的一個方向 大盤都沒辦法判別的時候 你說對於個股的一個表現 一個看法 老師認為是原木求魚 那目前為止台股 你不用去過於擔心 不用過於擔心 這個趨勢自然會告訴你 你應該是做多還是做空 那如果說你現在有空的話 你可能要看一下存折 今年的操作到底怎麼樣 我相信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操作 投資人都非常順利 都能夠資金就可以做出個入貸動作 在今年下半年老師講過 這操作難度非常高 所謂的南盤見高手 高手到底能不能成功 這個包含他對於大盤的一個認知 包含個股的一個選擇 還有包含各位經驗值的一個累積 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做到的 你就要想個辦法 使自己加入到一個賺錢的一個行列 那我們的氣創 在近期而言創破端新高 那老師的操作我相信 都有一個共通點 我們一定會拿簡訊 這個簡訊的內容 如果說老師秀出來 跟你手中的簡訊是完全一樣的 那你就認為嘛 老師是誠信的 我相信誠信的表現不是一次 那包含第二次 當然我們對於我們的會員 我們要跟他講說 那這一次以後簡訊就不會再公布了 因為這在會員的權益 我們一樣會去做出個保護 那代號這個627的同心電也是一樣 這個要說底部布局啊 底部去找訊號 如何來判斷這張股票是標股 我相信都可以證明的 為什麼 因為股價今天是創新高啊 創新高 這個證據一方面的含義就是說 這張股票你有做的 除了是證據以外 也是你入帳的一個 賺錢的一個所謂的證明啊 那當然你是老師這一級會員的話 我相信這個簡訊明明白白就跟你講 你不會說發現說 你是老師這一級會員 結果你沒有做到 如果說你有這種情況的話 你馬上可以打電話進來 你是這一級會員 你沒有做到的 目前為止 好像也沒發生過啦 特別會員的股票 代號這個627的同心電 這會叫第一次的操作 那這個叫第二次的操作 那總共操作了三次 我們也公佈到第三次 公佈到第三次 後面的簡訊我們就不方便了 那4966的普瑞啊 很多人打電話進來的原因就是說 這張股票老師啊 在低檔區我沒有看到 因為低檔區漲太快 漲得真的速度很快啦 可能追不到 那真的也很想操作 那老師也跟他講你不用急啦 其實這個買股票啊 一定要講方法 低檔區沒有買啊 你高檔區啊 你也不需要去追 因為一直漲嘛 你也不需要去追啦 那老師的一個操作邏輯 也是跟各位講嘛 我們在高檔區啊 低檔買的在高檔區啊 可能啊我們會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那這張股票後面的一個操作 我相信在節目裡面講的 不具有任何的意義 你真的你有操作的 好這個才是 這個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學到最大的一個奧義所在啦 有去做低買高賣 今天你看到這個簡訊啊 你會非常高興啦 那如果說你沒有買 你也沒有做 你看到這個簡訊啊 我相信啊 一點感覺都沒有啦 那後面的簡訊已經保密囉 老師先講 那很多人啊 會看著節目啊 來做出個操作 老師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張股票我們公佈最後一次的操作 那這次的操作在昨天 在昨天 我們做到一個獲利了結啦 你想想看 你如果有這個資金能力 你可以買10張的 你可以買20張的 我相信啊 你不會認為說台股的操作啊 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是紮紮實實的 買到10張 買到20張 你跟著研導師的腳步在昨天 我們先起獲利了結以後 也把資金啊 來開始做出回收的動作 那資金的一個控管 資金的一個分配啊 對各位操作的一個重要性 非常非常重要啊 看到一檔好的股票 麻煩你中壓 就像4966的普瑞一樣嘛 這種股票你就是要中壓 你不是買個一張 老師我很高興我也賺到錢 絕對不是這樣子啦 看到一檔好的股票你真的 你要做到中壓嘛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這張股票 代號2731的熊獅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這個切入點啊 能夠滿足各位對財富追求的一個欲望 你真的有買的 第二天啊 那後面趨勢形成了 老師認為上漲的一個速度 可能就會加快啦 那也請各位拭目以待嘛 那目前我也知道 很多的股票創新高了 你也不要去追 為什麼 因為你在高檔去追啊 這個風險性非常大 就舉一檔股票好了 這個代號6176的瑞宜 這個長黑棒怎麼突破 如果說你目前為止在等這根長黑棒的話 就代表說你可能是到老的 你可能是買在高檔區的 你目前為止可能在等解套 那你為什麼不買在低檔區呢 老師低檔區沒有人跟我講啊 老師有沒有跟你講 我相信這張圖卡明明白白的 時間回到8月底啦 這8月底的同時我就跟你講 這個形態 叫頭肩底的一個形態 這個形態的話 在一般季度分析判別裡面 是屬於非常簡易的 也就是說這個形態的一個整理 大概花兩個月的時間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叫做量價的一個突破點 你只要看到量價的突破點 超過所謂的頸線的一個位置區的話 你非常輕易的可以去判別 當然有人會買在底部區反轉的訊號 買在這一根所謂的紅黑棒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在我們教材裡面都有講 那不是說你看到利多消息去買 可能都是到老的比較多啦 我相信這個買賣的證據 老師一定會秀給你看 這個代表說我們對會員的誠信 那後面創新高了 那我們做了第一次的一個獲利了結 那這個對於會員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會員參加一個頭股老師的話 可能他基本上面他就希望說 多多少少可以賺一點錢 來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啦 那要記得後面的操作 仍然是以中小型股票為主 因為這個大盤目前為著量縮 量縮的時候高價股的部分個股表現 全值股的部分的話可能有反彈 反彈以後的話可能會拉回 那也就是說重要的全值股 跟所謂的中小型股票 他在所謂的10月份的行情裡面 第四季行情裡面 他會呈現一個類股輪動 類股輪動的速度包含量價結構 你只要掌握住了 我相信有些很多好的股票 當時我老師都在底部去啊 麻煩你去做出個佈局的動作 這個佈局非常重要喔 那你的買點也非常重要 你不是買了以後你都沒有動 那套牢了後面資金沒有辦法動彈 絕對不是啦 你如果說一買到之後 馬上能夠脫離成本區 馬上達到現買現賺 那包含第二根漲停板 讓你脫離所謂的成本區 我相信這種操作成功的模式啊 可以一直複製下去啊 只要你有本事找到一個底部 一個反轉的往上的一個訊號 那驗證並不代表賺錢啊 真的不代表賺錢 你要做對的動作 只要你做了對的動作 我相信這檔股票也一樣嘛 可以幫助各位帶來財富 重新分配的一個樂局 那我們公布第一次的操作 那先講一下 中小型的股票小型的股票 就是股價比較低的 你的張數啊 不是跟以前一樣 買10張買20張 你張數要放大嘛 因為這個股價非常便宜啊 你可以多買一點 你也可以單股所單嘛 那你買了之後 老師的簡訊自然會跟你講 你什麼時候你就應該賣掉 賣掉以後 下次我們再進場布局嘛 一買一賣之間 有沒有幫你做第二次的操作 我相信也有啊 但是你張數要放大 這個對於各位獲利的一個能力的提升啊 比較有幫助啦 那後面的一個操作我相信啊 就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那10月份最大的一個節日啊 就是我們的雙十國慶 雙十國慶就是國家的生日 那身為分析師的我 那對投資朋友們一定 要有所表示啊 那我們今天就開放唯一的一天啊 你需要顏老師這本開放八法的 一樣五個名額了 目前為止只有五個名額了 沒有多的啦 只能開放五個名額 這五個名額的話 因應所謂的雙十國慶 前面五位 我們一樣加證給各位這本書 那如果說你後面的一個操作 你需要個專業老師來幫你判斷 這個整理的型態 什麼時候結束 買了之後 後面會大漲的 那老師今天也跟各位講過了 我們會開放一個預約的 標股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行動啊 你要注意到 顏老師是怎麼樣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那有一些人在股票市場裡面 操作非常弱勢 他可能買到 他可能買到TPK 他可能買到這個所謂的聯發科 他可能買到這個所謂的 來 宏達店 這個都是弱勢股啦 3474的華雅科 高檔買了 現在還沒有賣掉 208的南科也是一樣 那這些股票的話 到底後面會不會漲 要不要做出一個換股操作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啦 那你心裡面的恐懼代表說 老師啊 我現在股票如果賣掉的話 我就虧損了 那老師問一句話 你沒有賣的話 你帳面上面還是虧損 如果說這張股票 安全的處理結束之後 找到下一檔標股的話 我認為對你的操作 應該幫助性比較大 所以說要把弱的 來 把它鈣換掉 那各位的持股啊 要開始集中了 因為第四季的行情 即將要啟動 那各位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那今天老師開放給各位 這個持股診斷的一個問題 包含各位想要知道的 老師都會在電話裡面 直接跟各位講 那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麻煩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包含你手中的股票 我們會一併的先幫各位 來處理各位手中的股票以外 那今天開放南北車概念股 南北車概念股單股所單 那先把各位股票問題 先行解決 我們明天見 謝謝 跟打頭顧 顏老師 會員三級跳 特會軍生 VIP VIP軍生清代 老師大可打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運搭頭顧 連分析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公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空投 積極帶死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部局 熟悉大台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輔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開始累積縮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糧師益友 運動股智股呈現 12-2781-0909 2781-0909